金钱的诱惑到底有多大 为了能够赢下百万美金 这个女人要在北极独自生活一百天 手中的弓箭是她唯一的力气 不仅可以用来获取食物 还能提防荒野猛兽的攻击 至于她能坚持几天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这老大姐从小就居住在野外 过着最原始最纯粹的生活 喝水全靠老天 密尸全靠打猎 就连生病都自己搓药丸子吃 但世外高人并不是无欲无求 凯莉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要建立一所荒野生存学校 好把自己的求生技能能发扬光大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不菲的收入 能让自己和男友甜蜜的安享晚年 虽然这里的风景很美 但她现在可没有时间欣赏 远处一片雨云正在情城 她得尽快搭个窝来藏身 第五位挑战者刚落地 就发出了兴奋的嚎叫 她对自己的领地非常的满意 这里既方便钓鱼又适合打猎 比她老家的生存环境都要好 本集常年居住在洛基山脉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狩猎向导 有着30多年的打猎经验 是远近闻名的神射手 而她最擅长的是设置捕兽陷阱 死在她手里的动物不计其数 她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世界举重冠军 酷爱力量运动 喜欢挑战极限 她来参加荒野独居不是为了钱 而是来打破北极生存102天的记录的 她并没有着急建造庇护所 而是拿起弓箭进入了丛林 要给自己打点野味接个风 另一边的凯莉已选择好扎影点 从背包里拿出绳子和防水布 利用两棵枯树作为依托 开始搭建自己的庇护所 她说自己年纪大了 体力大不如前 住的地方可以简单一些 保留点体力寻找食物比较靠谱 本集绝对是目前最富有的人了 别人还在挨饿吃草的时候 她已经吃上了盐居烤鱼 当然 她的富有可不只是眼前这几条鱼 而是参赛前她特意储存起来的脂肪 就这一身标 饿上个把月肯定不成问题 但这就像她的食物保险柜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会动用 趁着天气好 她要钓几条鱼当存粮 找了一根趁手的树枝当鱼杆 然后从身上搓了颗丸子当钓尔 随便找了个位置就开钓了 因为这条溪流本身就是个藏宝池 上场的潮水会把鱼儿带进这里 只要你不停地刨头 总会碰上那么一条两条 很快 她就钓到了第一条鱼 虽然个头还不够赛牙缝的 但是在野外就不要挑三拣四了 不管大小都要心存感激 本集鸡少成多的精神 本集辛苦劳作了一个下午 最后收获了整整十二条 这绝对是欧皇附体顺风开局 本集不仅有实力而且有运气 后期如果不浪平稳发育 打破求生记录也不是没有可能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 凯莉就迫不及待地寻找新的注银地 昨天找的地方树木太过茫密 一夜过去就被虫子咬了一身的包 但如果选择太空矿的地方 又很容易被熊大钉上 正当她进退两难的时候 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草地上有大型动物经过的足迹 她分析认为应该是去了前方的河边 正犹豫要不要冒险追踪时 一只松鸡主动跑出来送人头 凯莉掏出弓箭就来了一发 居然没中 这下老脸有点挂不住了 好在松鸡也是铁了心不想活了 居然不去逃命 还在那里蹦打 盛情难却之下 凯莉又对她来了一发 你绝对想不到 这只鸡可能价值百万 因为在这场残酷的求生挑战中 这只四斤三两的大肥鸡 至少可以让凯莉吃上一周 手脚麻利地清理掉皮毛 煞时间一锅炖鸡香瓢四叶 原汁原味湿得凯莉心满意足 美中不足的就是缺少点盐和胡椒 要不味道会更加完美 你别说 还真有人带了一大块盐过来 看了酒际的荒野独居 主动带调料来的真是头一回见 先别说这操作是不是自信过头 但这加了盐的监鱼是真的香 要知道 这场比赛现代实践求生工具 但本机认为很多工具可以自己制作 唯有调料荒野难寻 吃饱之后 本机开始勘察周围的地形 结果看见一大片浆果又走不动道了 蹲在地上开始了疯狂的收集 他要把这些浆果做成果酱 储存起来 到了冬天拿出来慢慢吃 这就是他的求生策略 前期储存足够多的食物已被不时之需 拉布拉多的松鼠真是满门中烈 为了节目效果 不断主动显身 本机自然不会辜负这份爱意 一键设在小家伙的搁置窝上 正想着晚上是清蒸还是红烧 大鱼很早信地落了下来 因为他一直忙于打野 根本没有时间搭建庇护所 无奈只能先找棵大树避一避了 本机晴鱼打猎 而保罗则专注打窝 布置好烟囱管道之后 他又开始玩起了泥巴 用粘图把整颗骨架包裹起来 这样不仅牢固还能防止失火 前几期应稍加退赛的不在少数 所以做好防火真的十分重要 就这么一直忙到天黑 他的杰作终于完成了 果然十分的高大伤 出场的五位参赛者都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 后面的几位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关注我 我们下期接着说